各位好,欢迎大家光临今天的格兰史美味中国三人餐桌 那么今天跟我一起等待美味的呢 是我们的营养专家李长平老师,欢迎您 我们今天的这个掌勺人,那可不是一般人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收看我们最近央视八套热播的这个德林公主 她演的是德林公主的妹妹,容领,欢迎您格兰哥 欢迎我们今天的掌勺人,孙玉菲,欢迎您 大家应该非常高兴,我想问一下你平时做饭吗 我平时都喜欢做一些比较简单,就是很快就能成型的东西 那你这个做饭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到,哎呦,我吃这个会不会胖 哪个营养会 这是我最不需要考虑的 就反正是怎么吃都不胖了是吗 对 羡慕你,那你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菜是增肥的呢,还是减肥的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这道菜呢,是我老家的一道很特色的菜 叫炒米粉 你说你自己炒的好吃吗 我很喜欢吃 很喜欢吃,好,来,那赶快给我们带来今天你这道菜好不好 好,来 她是日出日落中感爱感恨的锤花 是德林公主中天真活泼的容林 能跟上午乐观开朗的影视演员孙玉菲 将她的拿手绝活带到美味中国,与您共同分享 简单也可以美味 你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今天所需要的这个煮辅料是什么,好吗 主料就是这个米粉,这是江西米粉,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配不同的辅料 我今天带来的是肉丝香菇木耳,这是它的配料,还有一些调味的香菜,香葱和一些小辣椒 然后呢,我今天还给大家带来一道蔬菜沙拉 这个里边有火腿,还有玉米,青豆,还有生菜和一个大的红辣椒,还有沙拉酱 这是我们今天需要的一些调料,好,那我们开始做吧 好,现在我们先做炒米粉 我们先需要的是把米粉煮熟 先把水烧开 烧开水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把菜切出来 这些配料,像香菇和木耳,可以把它切成丝 你这是泡发的香菇是吗 对,这是干的香菇和木耳 它这个味道会比较香一点 对,更浓一些 对,味会更浓一些,口感会更好一点 然后木耳 这是我在家里比较喜欢配的这几道配料 也是我妈妈的经验 确实是搭配的这个营养 你妈妈肯定懂一点营养 我妈妈是中医 就是 所以它这个香菇都是,还有木耳都是菌类的 营养非常丰富 然后这是小辣椒 因为江西人都比较爱吃辣 所以我们应该是必不可少的就是辣椒 这种辣椒很香 就可以配很多菜 这个辣椒是维生素C含量比较高的一个食物 而且它是鲜辣椒 一般咱们北方人爱放干辣椒 但是干辣椒里边这个维生素就含量非常少了 水开了,我们可以把米粉放下去了 通常我们抓一把米粉放到水里面 这种是很细的那种 对,江西米粉都是这样细细的 然后我们把它放进去以后盖上锅盖 再让它焖一会儿,焖到它水开了为止 它这个南方呢,因为产大米嘛 所以它可能都用米来做这个 比咱们,我自己觉得啊,比咱们北方的这个面条 可能韧性好一些,口感好一点 好,等这个米粉的水就是放进去以后 水开了以后,我们就可以 可以,可以把这个,把这个火关掉 然后让它再焖上七八分钟 就可以了 对,它就,它会让它自己在那个热水里面泡软 然后现在我们把别的菜再切一下 这个米粉的确跟我们北方的面条煮法是不一样的 咱们要焖了就没法吃 就是在湘西的菜里面很少能见到香菜 但是我是来北京以后就特别喜欢这个香菜的香味 所以在很多菜里面都会用香菜再调一点点味道 这是我改良了 你这么喜欢吃米粉,有没有研究过 比如说不同地方的米粉是不一样的 那有什么区别 就有粗细的差别 还有口感的,就是滑润程度的差别 还有就是做法 一般云南的过桥米线 还有像桂林米粉都是以汤粉为主 就江西米粉也可以做成汤粉 但它们有一道相当出名的就是炒米粉 还可以凉拌 比方说要凉拌的米粉 它跟这个煮的米粉和炒的米粉 它所煮出来的就是米粉的软硬程度是有区别 比方说这个米粉拿起来以后 你用这个手指头稍微掐一下 看这个就是感觉稍微还有一点点 硬心 对硬心 这样的话你就焖得差不多了 就不能焖得太软了 现在还需要再焖一会儿 下面我们就把沙拉的调料切一下 火腿我们也把它切成丁 我最喜欢切的菜就是这道菜 这好切是不是?不费劲儿 现在这个米粉的软硬程度应该差不多了 然后我们就把它过凉水 很多人都说哎呀我为什么做的米粉总是炒不好 就是一团糊 就应该是缺少了这个步骤 就它一定要做凉水 因为它里有那些姜米 不过凉水它外面会很黏炒 就容易炒成一坨 对对对 然后让它把水控得干一点 现在就是下一步 我们先把锅烧热 然后放油 我们的所有的配料和米粉都是只放这一次油 所以油需要放多一点 如果油放的很少的话会粘锅 不过看他们厨师有时为了防止这个粘锅 有一个小窍门 就是把那锅烧热以后 点一点油 在那个锅里的转一下 把那油再倒出来 然后再倒上油 就很就是不太容易粘锅 是吗 那我应该刚刚告诉我 我就先试验一下 而且就是他们也跟我说 就是最关键的一定要把锅烧热了 对 热锅凉油 对 把锅烧热之后 它一般就不会粘了 对 好 我们把肉丝放进去 这个肉丝也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 放猪肉丝或者牛肉丝都可以 它这边应该叫干边 然后再把香菇和木耳放进去 然后我们放盐 我们需要的是 把你米粉都需要的盐 所有的盐 都要加足 因为等米粉下锅的时候 就什么调料都不放了 然后放酱油 老抽 老抽 嗯 然后颜色重一些 香味都炒出来了 把辣椒放进去一点 然后把银地好水的米粉放进去 对 就是让它充分地搅拌 而且要炒 而且要炒 然后这种米粉会有一点点干 然后再加一点水 让它再焖一会儿 好 我们再切别的菜 就是菜都切好了 拌完了以后 我们一般建议加一点 比如像葱啊 姜啊 还有蒜 蒜 这样起到一定的杀菌 杀菌 而且味道也不错 会有一点点扒锅 但是没关系 扒锅是很正常的事情 很难避免的事情 扒锅就有可能是油放的不够多 对 现在最后一道工序 就是把葱末和香菜末放进去 好了 我们可以关火了 确实有点沉 和个妻子下厨 做的这炒米粉真的是 我们现在看着就非常好 而且闻起来 我们现在的味道也非常的香 这锅就不要拍了 然后还可以加一点胡椒粉 好了 这道炒米粉就做好了 然后你做那个沙拉 我的菜还没切好 你一会儿要把这些青菜 都要焯一下吗 对 用热水焯一下 加热以后 它会比较柔软一些 我们先把红辣椒放进去 懒人有懒法吗 你这又一锅烩了是吗 对啊 这个孙一芬这种办法呢 是一个懒人做法 一锅烩 我们在热水里面加热30秒以后 就可以把它捞出来 对 它那个青豆和这个玉米搭在一起 这个是符合营养要求的 这玉米当中的我们大家都知道 它比较缺乏这个辣氨酸 但是在这个青豆 包括我们的豆类产品当中 这辣氨酸呢 含量非常丰富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在食用的时候 把两个搭配起来吃 那么营养就会更丰富 而且更均衡 对 好 好 现在这些原料都已经放凉了 我们把它跟火腿放在一块 放一些鸡精 我们再放一点胡椒粉 根据个人口味 不是必需品 这是花椒油 对 我们还要放一点点盐 让它腌制一下 好 现在一飞这个沙拉呢 需要再腌五分钟 这样先进入我们今天的美味连线 欢迎您继续收看 格兰市美味中国三人餐桌 又到了我们美味连线的时间了 您有什么美味料粮呢 也别忘了发送手机短信息 或者在网上留言告诉我们 一旦您的妙招被选用 您就可以参与我们答题 答对的朋友呢 可以得到价值五百元的 格兰市电饭锅 好了 我们来看看 今天哪位朋友 能够跟我们连线呢 这位吉林长春的 名叫张枣的朋友 他提供的是 葱头米粉巧制感冒 他说将油炒的葱头姜片 和豆豉的三合汤加入到米粉当中 称为葱头米粉 一看就可以看出来 他加了这个葱头还有姜片 这个都是发热的东西 确实可以致感冒 好了 我们来接通他的电话 喂 喂 你好 请问张枣 是张枣吗 我是 你好 我们是格兰市美为中国三人餐桌 我是主持人方琼 我们在打牌 就是我手里正好缺一张方片 然后你就打来电话 你真幽默啊 就是 你找有什么事吗 不是 你不是参与我们节目 给我们这个发的小妙招吗 对对对 现场呢还有一道这个题给你准备 如果答对的话呢 可以得到我们的礼物 好吗 好的 好的 这就是我们的奖品 南昌呢有一种特色小吃 叫石头筋麻花 味道香甜 酥松 爽口 那么他在这个煎炸的时候呢 对这个油温的控制非常严格 我们的问题就来了 请问 炸麻花的时候 油温要控制在五成还是七成 就是我觉得是七成 你觉得是七成 对啊 那你还是蛮有经验的嘛 真正答案就是七成 真的吗 七成 七成 跟自己答对了 谢谢 谢谢 那我会有什么奖品 格兰市提供的电饭锅 价值五百元的 没有问题 好了 那我要继续打牌了 好好好 希望你能赢 把法赢 好 好 谢谢 好 再见张导 谢谢 好 人家打他的牌 我们来看我们的菜 好 我们现在要把 把这个沙拉酱放进去 充分地搅拌 我们要找一个漂亮一点的碗 把它盛上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 这里是格兰市美眉中国三人餐桌 好 现在我们的孙艺飞 已经把这个面条和这个沙拉都已经做好了 来 格格请您亲自把菜饭给我们端上来 好了 我来 吃了 哇 它好难干的 我觉得发挥的还不错 确实很好吃 好吃吗 而且我觉得挺符合北方人的口味 还有就是那种酱香味 包括什么这个颜色上 真的很好吃 它这个米粉里边也有很多的 比如像香菇 木耳 还有一些调料都挺好的 我吃之前的沙拉的时候 我没有见人往里面放过这个花椒油 它这个花椒油的这个香味很浓 对 但是嘴里稍微有一点麻 一点点麻 对 非常好 我要给个笑脸 你笑脸 来 奖励一下 鼓励一下 真的确实非常不错 我也给她打一个笑脸 因为我觉得她今天这两个菜的突突特点 就是味非常浓 而且颜色也非常漂亮 最重要的是营养很丰富 对 所以来 谢谢 不要忘了通过高线手机短信息 或者在网上投票 来支持我们的一飞 如果一飞的支持力足够高的话 你下一个月可以成为我们的翻牌掌勺人 那么一飞今天也可以得到 我们送给了一个小礼物 就是格兰式的电磁炉 希望你能喜欢 这个到时候你拍戏的时候 你可以带着走 带到剧组里去做一些什么东西 因为很方便 太好了 也希望你以后能够拍出更多更好的 大家非常喜欢这戏 好吗 好 音乐还有红 这个也谢谢我们的吕姐 好了 谢谢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我们这期节目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各位好 欢迎大家光临今天的格兰式美味中国三人餐桌 我是方琼 前两天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说 他为了吃一顿火锅排队足足等了一个多小时 其实我忽然发现我身边有很多非常喜欢吃火锅的朋友 所以今天我们的三人餐桌为大家介绍的就是一道火锅 是麻辣火锅 欢迎我们的掌上人于辉 于辉曾经这样跟我说 他说我做的火锅肯定能够让你吃一次就上瘾 这大话说的是不是有点早 不会了 因为以前我是做媒体工作的 然后有采访到相关的一些火锅的企业 然后的确也是被他们的香味所吸引 然后慢慢我自己经常去跑去跟人偷学 吃多了 偷学到了 余辉已经给我把大话吹到这了 说只要吃一次肯定能上瘾 所以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也是重量级的来为大家介绍 我们重庆市火锅协会的副会长苏兴荣 苏大姐 欢迎您 谢谢 今天我们可以看看他这个火锅到底做的怎么样 可以开始了 来 余辉 媒体工作者 喜欢和好朋友一起品尝美食 酸甜苦辣咸 尤其对辣情有独钟 麻辣世界任我游 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掌烧人余辉 今天他就要把托学的麻辣火锅展示给大家 跟大家介绍一下我做的麻辣火锅的一些主要的辅料和原料 牢椒 花椒 豆瓣 还有干辣椒 还有生姜和大蒜 我们主要这次做的菜主要配的是做烫虾用 然后我另外配了一些麻辣火锅的一些毛肚 像白菜 脆皮肠 还有黄瓜 还有藕片和葱 好 可以开始制作了 好嘞 我们第一步是要把辣椒在水里给煮过 我们在煮的过程当中这水里面什么都不用加是吗 对对对 这个只是把辣椒给煮的那种 主要是像它的去掉灰尘 然后把它这种辣度给降低一点 就是水温40度左右的时候 就放进去 把辣椒放进去 然后只要它一打开了 咱们就捞出来 对对对 放到这个冷水的碗里 对 接下来我们把这个煮好的辣椒 把它切成碎末了 那我们来开始来炒制我们的麻辣火锅 这是菜籽油 这个是我们那个麻辣火锅里面一个主料 就是牛油 那个为了待会炒制的时候更方便的 我们把它切成小块一点 这种牛油好像在超市里不好买 但是在这个农贸市场是能够买到的 对 去到农贸市场才能买到 那这个牛油能不能看出来 哪个牛油好哪个牛油不好 怎么来鉴别呀 好的牛油它就是看起如黄色的 乳黄色 闻起那个味就像咱们的猪板油一样 油烧吃的差不多了 我们把牛油放进去 您能不能跟我们说说这个正宗的这个麻辣火锅的做法 跟我们今天余晖做的有什么不一样吗 正宗的炒的火锅 程序上我们是先放牛油 然后再放一点那个色拉油 它是今天先放的色拉油 然后放的牛油 先放牛油和后放牛油会有什么味道上的不一样吗 牛油它有一股酸味 就是山气味 然后你又火大一点 你先跟它就是熬了以后 它那些酸味啊什么的 它就出来了 挥发了 先把辣椒放里面翻炒 切好的辣椒是吗 对对对 就是我切好备用的那种辣椒末 哎呀你这个炒的方法不对 你应该就是那个油不是很烫吗 将近两百度 咱们那个辣椒是冷的 就应该先把那个油浇在咱们那个辣椒碗里 好的好的 把辣椒炒到一股香味以后呢 放入我们的豆瓣 然后放入我们的姜末 哎确实哈 你看炒的这么一锅辣椒 没有觉得特别辣的味道 香吧 香很香 只要这锅料炒好了里面算什么都行 你知道天上飞的地下跑的 基本都能蒜了 对 放点 这个时候放点花椒在里面 好 再加入我们这个蒜在里面 这个蒜不用切 就直接把整半的蒜放进去 对对对对 这也是麻辣火锅的一个特点 在这选料上面 有没有什么能够教我们大家的一些 选料是这样的 做家庭做吧 也就是说随便在农事上买一点花椒 辣椒 姜啊 算了 我们火锅店的话我们是炫料是非常精致的 比如说花椒就是要那种红红的 红红的花椒 然后那个花椒看起开了口的 开了口口是白的 那个花椒看起非常红的 这个叫什么叫大红袍 大红袍 就是说花椒看起来非常红 然后开口的地儿是白色的 辣椒是这样的 辣椒买的时候一定要选 选它的色彩光亮 色彩看起来非常红 红的就像那个枣一样 像枣一样红的那种 一般这个水的比例呢 是给你炒料比例应该是三到四倍 加完水以后呢 我们就要相应的开始把一些佐料放在里面 先放点盐 再放一勺糖 这糖和盐放的都不多 我们总觉得这么一大锅的这个汤 盐的话一般是用家里的小糖少一勺就行了 糖的话应该是盐的一半的分量 在这火锅组织的时候呢 我现在把这个虾 我们把虾的虾线给去了 你这都得把它包好了是吗 我帮着你吧 好吗 由于余辉同志年轻啊 做事没有经验 所以我来帮着一块包虾 要不然待会那点水都熬干了 你不会现在就往里放吧 不会不会 这个虾有什么讲究吗 包的时候 这有根黑线看到没有 挑一下 对对对 就是它的虾线 你有女朋友了吗 你看我这就是 为什么你两个样子也没有 早就比较困了 不过现在我们可以给它蒸一下 电视中婚 如果喜欢吃麻辣火锅的女孩子 可以跟我们蓝幕组联系 余辉小伙子也不错 你哪年的呀 我属牛的 属牛的 73年的是吧 现在33岁 哇正当年 一个月开多少钱呀 这个保密了 这不是 这是择偶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 五千以上 是吗 五千以上啊 对 四大爷替你说五千以上 你没有发现吗 有我的帮助 你这虾很快就都摘好 没错 你家做了两个 你做一个 所以说 我一直盼望 早点取一个像您这样 贤惠的 我下去了 其实它的要求很简单 只要它旁边有一个 能帮它干活就行了 八好的虾呢 我们给放到盘子里 待会儿我们等火锅好了以后 就可以往里面烫了 其实我们现在这锅料 就已经都做好了 对 然后我们现在只是准备的一些 就是涮的东西 涮的菜品 对 这个是脆皮肠 超市里都可以买得到的 我们为了方便 吃起来更方便 我们把它改一下刀 很简单 就画一个十字就行了 我知道 一煮开的时候它自己会 这个一下锅以后 它就翻成了一个小花 好 这个准备的差不多了 我们这个锅料 基本上要 香味已经出来了 接下来呢 我就是快要出锅了 我们要放最后一些 就是用来调和它的一个辣度的一些调料 这就是我们要放的一些牢灶 那这个牢灶在这个火锅当中 到底起什么作用 牢灶在那个火锅里面 它是取一个温火 后味 如果说你不放牢灶 那个花椒拿出来 花椒和牢椒就是麻 就是辣 其实很多人它不是 就是麻辣 不是这样的 就是像我们重庆火锅 就必须要放牢灶 我们用一点白酒 给它提点它的香味 必须要放白酒吗 比如说别的料酒 啤酒 对的 料酒要放一点 但是主要是以白酒为主 那重庆麻辣火锅 跟这个成都的这个火锅 有什么不一样吗 是这样的 重庆火锅到现在 就是我们加了很多很多的那种 那种符合调料的 比如说那个鸡精干 捞粥啊 酒啊 白糖啊 这些东西 整个柔和一起后 火锅就非常柔和 吃起麻辣鲜香 那么成都火锅 就是它比较辣 有一股中药味 中药味 中药味 对对对 还有一些那种 卤菜的卤料放在锅里面 有这个味 我现在给大家 它就是做一个这个小蘸料 蘸料里面呢 主要是要加一些蒜末 香油蒜蓉的这个小料 小料对对对 这个也是麻辣火锅里面 一个比较 比较重要的一个特点 因为平常呢 北方吃火锅蒜肉呢 主要是蘸那个麻料 麻酱 对对 麻酱料 对对 那个蘸底嘛 就是那个锅不是很辣很辣吗 这是蘸底里面 涮一下以后 它的麻度拉度 它都减少一点 吃起来很舒服 另外那个香油吧 它一个是清火 然后就是副味 再放那个味精啊 那个大蒜啊 消毒啊 大蒜消毒嘛 吃了以后 感觉很舒服 就香油还可以保护胃 因为有的人吃辣 会刺激胃 对对对 好火锅量呢 还需要再熬一会儿 这样先进入我们今天的 美味连线 这里是格兰市 美味中国三人餐桌 又到了美味连线的时间了 那么在这个时间呢 希望能够跟大家交流 更多的生活美味小妙招 如果您有什么小妙招呢 可以发送手机短信 或者在网上留言告诉我们 一旦您的妙招被采用 您就有机会来参与我们的答题 答对的朋友呢 我们还有小礼物要送给大家 好了 来看一下今天哪位朋友 来到我们节目 内蒙古赤峰的杨东霞朋友 手机号码是139 尾数是5616 他提供的美味妙招呢 是解造银耳粥 把银耳呢 泡发之后呢 加入精米大枣一起煮 可以滋阴润肺解造去火 这个如果大家这个朋友们 在吃饭的时候 比如说吃火锅的时候 上火了之后 可以尝一尝这个粥 来我们接通他的电话 喂 杨东霞是吗 对 你好我是方琼 你好 欢迎您参与我们的 格兰式美味中国三人餐桌 那我们刚才把你这个小妙招 已经提供给大家了 是不是你经常喝这个粥 对 我父母经常喝 喝这粥去火吗 确实挺去火的 我要脸上长豆喝了顶事吗 这个好像 因为那里边有木儿 主要就是清 清的解毒 解毒的 应该也去这个豆 因为我这豆就属于这种上火起的 对 可以是吧 不要就是去火嘛 好了 因为我们今天这个现场要做的是一个火锅 而且是麻辣火锅 吃完以后经常会上火 所以我们这个把你这个粥介绍给大家 同时也有一个跟火锅有关系的这么一个问题想问一下你好吗 好的 请问吃完有鱼有肉的火锅之后可以立即喝茶吗 吃完有鱼有肉的火锅之后可以喝茶吗 对可以立即喝茶吗 应该不可以吧 为什么 因为茶叶里面我记得应该茶叶里面应该含有那种叫茶多酚吧 立即喝是不是应该跟那个鱼肉是不是有点那个犯冲突啊 你觉得要犯冲突啊 其实更重要的是那个茶叶当中的有柔酸 这个柔酸和蛋白质一结合那就影响这个 肉里面含蛋白质比较多 对对对 影响这个营养的吸收 而且容易引起便秘 所以这个你回答答正确了 但是我这个解释可能更精确一些 恭喜你恭喜 那你将得到格兰市提供的电饭锅一个 你近期就会收到的好吗 好的谢谢 希望有机会给我们发来更多更好的妙招可以吗 一定一定 好谢谢菜叶我们节目再见 再见 好来余辉咱们这个料熬的怎么样了 我们把一些菜往里面算 先放在虾往里面烫 然后放到脆皮肠 快要出锅的时候呢 我们再放一些花椒和辣椒 主要是让香味更香浓一些 好这里是个男士美味中国三人餐桌 那么余辉已经把它的这个麻辣火锅料和这个辅料都已经准备好了 我们马上就可以品尝了 来余辉快上锅了 好嘞 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火锅往这一摆 这一孤独开了之后 我就想起来 红火 感觉特好 要是一家人没坐在桌前 吃这个火锅肯定又热闹 火锅气氛就给人感觉 随意比较融合 我觉得就是说 它能够刀剁的剁辣椒 剁的 刀工还算不错 还可以 觉得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这个得到我们专家的认可很不容易 因为我这是第一次吃这麻辣火锅 确实没有我想象当中那么辣 是 而且就是我头一次蘸这种蒜蓉和这个香油 蛮有风味 对 确实不一样 我觉得还不错 但是多多少少还是有点辣 但是我可以大家交给一个这个小妙招 就是说 在我们吃辣的时候要喝一些牛奶 牛奶可以解辣 我相信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道菜是很多朋友非常喜欢的 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喜欢吃火锅 而且大家也希望能够一家人在家里自己做一道火锅 吃起来真的是有这种团团圆圆红红火火的感觉 所以电视机前如果喜欢我们余辉今天给大家带来这道菜的朋友 可以通过发送手机短信息或者在网上投票来支持余辉 那么它的票数如果足够高的话在下一个月可以成为我们的翻牌掌勺人 继续来到我们节目 那当然今天你给我们带这个火锅也非常的不错 吃火锅的时候最重要要有一个电磁炉 所以呢我们有一个小礼物 也就是格兰氏提供的这个电磁炉送给你 谢谢 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您有什么拿手的好菜呢 也不妨告诉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分享美味 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再见 再见 各位好欢迎光临今天的格兰氏美味中国三人餐桌 每天的这个时刻呢都是我们一起分享美味的时刻 今天跟我一起等待美味的是一位帅哥 欢迎我们的美食家阿兰欢迎你 来那我们今天的掌勺人呢也可以跟大家说这也是一位大帅哥 到底是谁呢让我们来认识一下 来这里请还带什么东西你已经把饭都做好了吗 那这是我从云南学的就叫过桥米线 真香 我其实应该跟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我身边的另一位帅哥 就是我们今天的掌勺人 大家好 欢迎苏可 苏可刚刚拍完我们中央电视台的一部电视剧叫天下一晚 其实他就是演的一个就是气正从商 然后是把这个米线做成天下一晚的一位商人 对一碗小小的米线 但是呢它包含了人生的甜酸苦辣都在里面 而且一碗小小的米线一样可以做成天下的 你是不是因为这部戏的这个所以练就了许多厨房的功夫 我非常喜欢你们这个美味中国的栏目经常看 但是我呢因为拍戏比较忙自己一个人的话就平时懒得做饭 今天来这给我们对付点什么 今天我给你们做一个咖喱香肠 还有吃完香肠之后再喝汤啊 喝汤就做一个奶油南瓜汤 好 这个西餐味很浓啊 我们来看看你怎么做 他是最后诊断中的天才医生沈志余 还是天下一晚中不屈不挠坚持创业的陈华强 明镜潇洒风度偏偏的苏可 在美味中国演绎中国好男人 美味中国重在餐食 苏可先跟我们介绍今天需要什么煮辅料好吗 咖喱香肠是需要咖喱 还有高汤洋葱就是西芹 青椒红椒茄子香肠 奶油南瓜汤呢需要的是牛奶 南瓜还有奶酪 好 那我们先做什么 哪个要费一些功夫 我们先把南瓜先煮上 然后做这个咖喱香肠 南瓜呢我已经去皮去籽了 把它现在要切成小块 其实他今天做的这个咖喱香肠 还有奶油南瓜汤 就是我觉得都应该属于这个西餐的范畴 这应该算是中西结合吧 中西结合 你的做法是中西结合 对 这就是现在最时髦的一种做法 叫Fusion Food 而你做的不是最传统的中餐 也不是最传统的西餐 那在两者之间的话 有点创新跟别人不一样 你可以成为Fusion Food 现在把切好的南瓜块 放在锅里煮20分钟 在日本呢正在盛行这个南瓜热 它不但是和这个不祥肥胖的中青年食用 而且呢也被广大妇女称之为最佳美容食品 因为这个南瓜当中的维生素A含量 胜过了平时我们吃的这个绿色蔬菜 好 现在南瓜已经开了 我们把火关小一点 让它慢慢炖 就炖20分钟 现在开始做咖喱香肠 把茄子 洋葱 西芹 还有青椒 红椒 切成大小都差不多的小块 你这道咖喱香肠那个配料很多 对啊 配料多 味儿还得进去才行 其实在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 也为大家介绍过咖喱制的一些菜品 印度 泰国 新加坡 马来西亚 包括印尼 它们都有咖喱的不同的做法 对 而且各地的咖喱的口味是不一样的 你最喜欢吃哪儿的咖喱做的饭啊 我最喜欢吃泰国的咖喱 泰国的咖喱 比如说用红咖喱炒海鲜 很好吃 或者炖的绿咖喱鸡 或者绿咖喱海鲜 都是很好吃的 而且也比较下饭 美味我觉得什么是真正的美味呢 那个生的龙虾 大龙虾对我来说它不是美味 我觉得我还不如吃那个云南的 那个烤的那种小豆腐 你倒觉得那种好吃 一毛小一毛 就像那个桌子中间空的一个圆车 上的铺着那个铁丝网 底下放着那个碳 把那豆腐块 小块放在那个上 烤出来 我都吃上瘾了 我回北京吃不着了 洋葱 这是烂眼睛的 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为大家介绍过 在切洋葱的时候 然后比如说你旁边放一盘水 或者这个刀先用这个冷水冲一下 就可以减轻这个洋葱对辣眼睛 先用水冲一下刀 还有一个好办法 他在那边切我们这边替他流眼泪也可以 眼泪可以剔子流吗 我们曾经有一个选手到我们节目当中 带着潜水镜来的 以后拍戏我就带洋葱去 拍到这种哭戏的时候 直接把洋葱拿出来眼睛看一下 然后眼泪就哗哗的了 开玩笑 哭了 哭了 不是就是有点熏 那行 差不多就行了 现在我们把切好的这些蔬菜 放在这个玻璃碗里头 放在微波炉里 要加热一下 好 我们现在把它放在微波炉里头 用高火 煨个六分钟吧 好 现在南瓜已经 煮得差不多了 好 我们把奶酪加就行 吃南瓜 对人身体特别好 我听说 南瓜的营养非常丰富 对 它防止冠心病 高血压 对 它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B 包括就是像你刚才说 一会儿我们还要加一些牛奶 那么牛奶当中 也含有丰富的钙质 还有蛋白质 这些其实都是孩子成长过程当中 必不可少的 你看一加进去 这个味就不一样 奶味特别浓了 就回味无穷啊让你 好 现在我们把牛奶倒进去 这就慢慢再熬一下是吗 对 其实它今天准备的这两条菜 也蛮有特点的 你看现在人都在装修房子 做一个漂亮的厨房 但是呢 你看它那种做的方法 日煮还有微波炉 都是比较干净 没有油烟 很适合这种开放式厨房 现在很多家里都是这种开放式厨房 我不把这个厨房跟这个客厅隔离开 好 现在开锅了 我们把冷冲小火 再炖十分钟 就差不多了 我们现在来做咖喱香肠的调料 烧酒 两大勺 高汤 用高汤做菜 这种方法是特别传统的一个方法 中国过去饮食的时候 那时候没有味精也没有鸡精 全是靠这些汤来调 对 全是靠高汤 实际包括现在也是那些 特别讲究的好的厨子 他们还是在调高汤 就我来讲像调鱼台 他们专门有一个师傅 每天去调高汤 盐 盐 而且一调一个晚上 盐 放一些盐 这个咖喱的多少是根据个人的口味来调节 是吧 对 你想吃味浓的 你就多放点 番茄酱 一大勺 胡椒粉 有一点 这一小碗 这里面的调料放的这么少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他放了一些咖喱 然后有番茄酱 还有盐 胡椒粉 绍兴酒 两大勺 还有你的高汤 对 把它搅拌均匀 你们还说减肥呢 我减肥的方法比较奇特 吃瓜子 嗑瓜子 人家说瓜子当中的含油量非常高 比如说中午剧组一开饭了 他们都围一桌子吃饭 我从兜里掏出来把瓜子我在这嗑 是吗 对 其实嗑瓜子挺好的 能过嘴饮 不光过嘴 你看他那些嗑的是瓜子脸的 现在 都嗑成这样了 没有 那下回你在嗑瓜子的时候就想 我要嗑葵花子 可千万别嗑西瓜子 好了 现在微波炉好像已经停了 微波炉 对 已经好了 其实他把蔬菜单独烹制 一会儿他把调料也单独来烹制 这最大的好处就是说 调料的味道可以充分地出来 蔬菜也熟了 但是又保持了那种艳丽的色彩 我们把这个调料加上保鲜膜 也要放入微波炉当中加热 是吗 对 要加热多长时间大概 大概加热两分钟吧 就差不多了 我有一个微波炉 好几天没有用 我觉得放在那快浪费 后来我突然发现一个微波炉 有新的功能 因为我早上起来做咖啡 咖啡杯是凉的 我就微波炉里加热 第一消毒了 第二也加热 对对对 比如专门这个做一杯开水 要把这个杯浇一下 效果要好很多 这样又可以当一个碗柜 不错味道不错 它这里面还要加什么吗 加冰淇淋 现在把糖把它划开 这个微波炉的调料已经好了 汤可以了 好 把口关掉 把香肠切了 切一下 切切短一点 其实肉跟菜的搭配 肉就不要太多 吃的素一点好 可以多吃点青菜 让对身体好 但是我们现场工作人员很多 所以还是多加点吧 把青菜倒进去 再把调料 加热食品最好就是说 这个营养丢失的特别少 你看包括 还有颜色不会保持的特别鲜艳 对 然后把调料浇在我们这个香肠和蔬菜上 再用高火加热五分钟 好 现在这个南瓜汤已经煮好了 而我们这个咖喱肠还需要再等一会儿 这样先来进入我们今天的美味连线 欢迎您继续收看 格兰市美味中国三人餐桌 又到了我们美味连线的时间了 那在这个时间当中呢 我们还是要跟大家交流一些生活当中的美味尿章 好了 如果您有什么尿章呢 别忘了发送手机短信息或在网上留言 告诉我们 如果您的妙招被采用的话呢 您就有机会来参与我们的答题 答对的朋友呢 可以得到价值500元的格兰市电饭锅 好 来看今天的每位朋友来到我们节目 哇 北京的李华 他的号码是130尾数是9707 他提供的美味妙招呢 是煮鸡蛋皮巧除水渍 我们来看一下 他说将煮鸡蛋皮 放入小口径的瓶子当中 使劲摇晃一会儿 这个瓶子中的这个水渍呢 就会除掉了 我们来接通那个电话 喂 李华 喂 哎 李华是吗 哦 对 哎 你好 我们是格兰市美为中国三人餐桌 我是主持人方琼 你好 哎 你好 哎 你好 那我们刚刚正在这个念你的这个小妙招 要包几颗鸡蛋的这个蛋皮进去 嗯 差不多两三个就可以 两三个就是一定要晃出来 能出来那种刷刷刷刷的声音是吗 哎 对对对 哎 非常有效是吗 嗯 嗯 是 好 非常感谢你参与我们的节目 那我们说了这个 今天我们念了你的这个妙招之后 我们这场上有一道题 问题是 胡萝卜和白萝卜能不能一起吃 可以啊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 因为这个白萝卜当中的维生素C的含量非常高 也就是VC的含量很高 但是胡萝卜当中呢 它有一种物质呢 会把白萝卜当中的这个维生素C破坏掉 所以很遗憾这个题答错了 那今天这个电饭锅您就不能拿走了 等有机会好不好 再参与的时候我们再联系你好吗 哎 好的 好 好 谢谢李华再见 嗯 好 那我们来看看怎么样了 我平时很少做饭 那你在拍这个拍戏的时候 拍这个天下一晚 那肯定有许多要出现在 你出现在这个厨房里呀 一些镜头 这个其实我为什么跟你说 拍戏有很多是假的嘛 嗯嗯 比如说要表现我切菜 嗯 特别娴熟那个刀工是吧 嗯 那我可以 我闭着眼睛都可以切 切多块都行 因为你在拍我的脸 对不对 完了你在拍我这个切菜的时候 就不知道是谁切的 对啊 就不是你切的 所以我想切多块切多块 欢迎你们去收看格莱氏 美味中国三言三桌 现在我们的苏和已经把他的奶油 南瓜汤还有咖喱香肠 特别做好了 来 我们可以品尝了吗 可以了 好难得呀 挺没心事的饭啊 怎么样 你先尝尝 不错 我觉得不错 不是自宽啊 味道真的不错 而且你这个冰糖啊 我觉得冰糖搁得非常好 是吧 嗯 真不容易 好难得啊 这个 来 我先给你打个笑脸 先这个 给你这个汤打一个高分 我觉得确实这个汤不错 我一般出去吃饭的时候 都跟人家说 不要放味精 不要放鸡精 特别小鸡 那他菜也不用这种东西 因为 你放了味精鸡精以后 那菜就特别的鲜 体现不出厨师的手艺 这个有酷脸有笑脸 你看着打吧 我打两个 诶 凭什么呀 谢谢 谢谢 接下来我们要吃你这个 咖喱香肠了 因为我刚只尝了这个 这个香肠啊 咖喱的味道好像 不很浓 这个菜怎么去吃 用勺子来吃 连汤带菜带肉 一起来吃 咖喱味就特别足了 都在汤里 今天这个苏可给我们带来 这个奶油浓汤 还有这个咖喱肠啊 整个来说 它的风味不错 特别我觉得需要表扬的 就是这个 奶油南瓜汤 这么非常不错 所以电视机前 喜欢苏可的朋友呢 可以通过发送手机 短信息 或者在网上投票来支持他 希望你们成为 我们的翻牌掌牌人 再来的时候 给我们带来更好吃的 对 再来 我肯定要 比今天要表现得 还要好 我们这个苏可呢 还可以得到 我们的一份小礼物 也就是 格兰市提供的一个 电磁炉 好 那就好好的 你们好好做饭 好不好 好了 那我们今天节目 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期再见 再见 大家好 欢迎光临 今天的格兰市 维之国三人餐桌 那么今天呢 没错 我们这个三人餐桌呢 又是四个人 一看到沈丹萍和他的女儿 珊珊呢 大家就会想到 今天是不是他又翻牌了 没错 自从我们前几期播出 这个沈丹萍和沈大姐 给我们做出这个 德国香草机之后 我们这个网上的点击率 非常的高 都希望说您再能够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继续把您的美味 带给大家 而且我记得 在上期节目当中 您曾经说 您最拿手的 就是一年只给丈夫 做一次的 是这个牛肉锅贴 所以今天 我们有幸又把 这个沈丹萍老师请来 让他给我们做 这个牛肉锅贴 当然他同样是把 这个宝贝 珊珊带来了 珊珊今天继续要充当 切菜工 好 今天跟我一起 等待美味的呢 是北京喜来灯 长城饭店的 出品总监 田秋明先生 欢迎您 大家好 山珊你觉得可以吗 咱们今天开始 做菜了 嗯 好 那就赶快 吃菜吧 观众朋友们 你们好 我今天是 翻牌掌勺人 热爱美味的 沈丹萍母女 再次做客 三人餐桌 为您奉上 独特的爱心大餐 为您讲述 美食背后的故事 上次我给大家 做的是 冰山一角 今儿啊 我给大家 做一个 世界之最 咱们今天要做 牛肉锅天 嗯 煮料呢 最重要的是 牛肉末 新鲜的 然后 两个鸡蛋 切的比较碎的 葱花和 姜末 白菜 给它焯一下 以后剁碎了 跟这个 搅拌在一起 现在我先把这个白菜啊 这个 放在这个 锅里面煮一下 但不要太熟 不要太烂 对 焯一下 嗯 其实说到这个锅天 锅天的这个种类 好像还不少 包括这个形状 都不一样 南方呢 一般多以这个 像饺子这种形状 它是封口的 嗯 北方呢 最早的北方 做这锅天呢 它是不封口的 这一块面呢 中间捏上 完了之后呢 两面露着馅 两面露着馅 基本稍微往上多一点 您这个买的 就是现成的牛肉馅 是吧 对 嗯 然后咱们现在 把这个葱花放进去 姜末放进去 鸡蛋 等这白菜 剁完了以后 跟它一起 我才能放调料 把它调得特别好 特别口感特别好 差不多了 快了 只要这个白菜 蔫了之后就可以了 是吗 对 然后我们现在出锅了 把白菜 珊珊 你在这儿躲啊 别影响妈妈 你这条馅是专门跟别人学过 还是也是生活当中 不断摸索的 不断摸索 而且还得尝 怎么能够调出味道 最鲜美的这些 您有没有什么绝活绝招 不管是牛肉也好 猪肉也好 摆在这个筋一定要都去干净 去干净之后呢 它一吃起来呢 它比较润滑 加一些葱姜 这个呢 味道也是提味的 打馅呢 用一些北方的花椒水 这是起这个鲜味 又起这个香味 我在等白菜的时候 给你们讲 为什么要做这个锅贴儿 今天 我就记得小时候 一年当中非常偶然 妈妈发奖金了 会领着我和哥哥 到我们家附近的一个锅贴儿 卖锅贴儿的一个小店 五分钱买两个锅贴儿 一个给我哥哥 一个给我 我们都开心的不得了 就攥着 在那咬一个小脚下来以后 就吸里面那个汁 舍不得吃 就把那汁吸完了以后吧 就捏着 后来我长大了 挣钱了什么了 我就想 有什么难的呀 我自己学 跟我妈妈学做锅贴儿 然后我自己 给我做几锅都没事 这是一个故事 然后接着说 后来认识老公了 为什么也给她做锅贴儿呢 她说她小的时候 特别崇拜中国 就到了中国餐馆 但是她呢 当时身上也没多少钱 因为妈妈对她可能管的力量 就给她一点点零花钱 她说我当时的那个钱 正好就只能买一杯茉莉花茶 然后茉莉花茶 再剩下来一点钱呢 买两个春卷 春卷 也是牛肉馅的 就两个春卷 她说我在那儿要品一个下午 我听完这个故事说 我说宝贝儿 你童年的故事 跟我童年的很像 我就把她一抱 我说我做一个 比那春卷还好吃 她说是吗 我说但是不是吃两个 你可以吃两百个 后来我就给她做了 从此以后 她就跟人说 沈丹萍的锅贴儿 是世界之罪 今天我给大家做做 看我的专家和你 也让我们专家和你 给大家看看 是不是我老公说的 世界之罪 是不是当之无愧 好 这故事说完了 咱宝宝的菜也差不多 剁得非常好 大家看好了 还要剪一下水 对 大馅薄皮是最好吃的 你当时煎的时候特别脆 所以这个汁 一定要把它挤得特别干 要不然它就漏了 好 咱们的主料都有了 是吧 那咱们现在就放辅料 放一勺盐 咱们用鸡精 鸡精你看 我是放了差不多一勺半 然后再我们要放点油 就让它有那个一咬一包那种 然后我们接下来呢 要放一点酱油 酱油 我还是喜欢颜色深的 深一点 老抽 带一些那个颜色 对 要肉 我喜欢放那个颜色深的酱油 我呢 还特别愿意在里面 放一点点胡椒粉 好 咱们辅料都差不多 咱们现在就拿筷子就把它搅匀了 你也抓抓吧 不行 我觉得孩子特喜欢你抓 行 我先抓一个前面 到后面吧 我擀面 我做那个 你在慢慢抓 这时候你就帮妈妈慢慢抓 我现在先抓个大概 那像就是这个调馅 比如说做不同的面点 这个馅会有什么不一样的 上海小龙包呢 它这个 在这个选料上呢 就是这个肉馅呢 一定要选的是这个后臀间的肉馅 它要卸粉小龙包 放蟹肉 这是更提鲜的 一般这个小龙包呢 它要放皮冻 它是不放菜的 可以放一些这个冬笋 冬笋的丁 虾饺的馅呢 这不同 它是用的是青虾仁 放一些肥肉丁啊 放一些冬笋粒啊 这是一种调馅的方法 这个是烧麦 它是也是用这个后臀间的肉 把筋都剔出去 但是呢它是切的地儿 放一些冬菇 这个不要放冬笋 放冬菇 哦 好 珊珊你开始给妈妈那个什么了 然后等所有的东西弄匀了之后呢 我要用嘴尝一下 哦 这个 对 就像上次咱们做那个德国香草剂一样 真好 甘兴了 小孩就愿意 对 然后咱们现在吧 珊珊在抓那个馅的时候吧 我呢就开始要给大家示范一下我的那个做那个饺子皮的这个也特别重要 我不喜欢特别硬的那个那个皮啊 我喜欢软一点的 然后软一点的以后你煎的特别透容 特别好感 感劲 你看都比较圆 然后你待会儿感的时候就特别好感 其实我觉得喜欢做饭 然后喜欢吃饭 都是一种生活的比较美好的态度 爱生活的形容体现 对 看啊 我这个 能够调节一下生活 对对对 我这个啊 是绝对是边上特别薄 中间有这么一点 稍微微微有一点厚 有一点厚 这锅天呢 底儿呢 稍微啊 得有一定的厚度 对 它在一会儿烙的时候 对 我就是两边薄 中间厚 然后它又不破 然后呢 它还能把那个肉拖住 加油啊 珊珊 珊珊去煲了 对 珊珊去煲了 你会煲吗 珊珊 我会煲 你会煲饺子 它煲得真不错 所以我相信总有一天 你说煲饺子很漂亮 总有一天 我家珊珊会独立煲饺子给妈妈吃 快了 同志们 还有最后两个 那可够快 你别说 在这个杆片的这个利索程度 跟我比较像 我现在尝了 可以 淡了 淡了 如果淡的话 它包上以后就更淡了 为啥它有面在里面 你这包出来以后还用蘸什么 比如说酱油醋什么的 我待会儿再调一个调料 就是我们家吃锅天 很多中国人都觉得奇怪 锅天不是直接吃吗 但是我老公是一定要蘸一个我做的汁 他也说那汁也是世界之最 好 世界之最最饺子 货天还有世界之最饺子 所以如果我们要蘸这儿的话 我这个馅就稍微淡掉 你看 你看我这么多馅 你看就是这个大肚子饺子 我来帮忙 我跟你说 其实我包饺子是一把好手 真的 我会揪劲 我会和面 我会擀皮 真行 来 咱们包了 然后咱们就去煎了 那你包我来做调料 我来做调料 真棒 那馅比我弄的还多 是 我这人实际上不得 今天倒是馅多 我这个 方冲来会几点 我这也是在家里 做饭 吃家 一把好手 好 好女人都应该是这样的 对吧 对 这个放半勺糖 起鲜 放点盐 谁吃你的锅天 我自己吃 自己吃 放点盐 咱们醋 我先生还是喜欢吃点辣椒 所以我呢 就放点辣椒油 辣椒油 对 好现在咱们开始煎锅天了 煎锅天是特别要 要这个功夫 这个油啊 我觉得这个平底锅 薄薄的一层油就够了 别太多油 这个油稍微热点的时候 就把饺子 我再给你留点馅 行吗 放进去了 行吗 这是面也用完了 馅也用完了 好了 我的工作完成了 那个饺子下下去以后吧 咱们要弄点 弄点 弄点 白水 放进去 不要太多 多了 多了 没事 为什么放水呢 是因为它油一会儿干了以后 肉还没熟 咱们吃了会坏肚子 这饺子是煎熟了 焖熟了 最后再把它煎得透透的那种焦黄的口感也特别好 咱们现在可以大火 因为它有水在里面 它不会糊 慢慢就要割小火了 这个过程呢 也是让它底下微微的要定上一点割着 它这样呢 就是容易不会破 现在啊 你看我把火调得挺小的了 然后咱们可以开锅盖了 你看现在啊 我去翻一个起来 你们看已经有一点焦了 已经定上了 对 已经有一点 看见了吧 看见 但是咱们再可以 再焦一点 就特别好吃了 然后这油不停地在这儿过着 呀 我包了一大胖子 不会待会儿子漏了吧 不会 不能太焦 也不能太 这个就好了 对 还欠火候 好 现在还需要再等一会儿 这样 先来进入我们今天的美味连线 这里是格兰市美味中国三人餐桌 又到了美味连线的时间了 同样提醒电视机员的朋友 如果您有生活当中的一些美味妙招呢 千万不要吝啬 记得发送手机 或者是在网上留言告诉我们 一旦您的小妙招呢 被采用的话 就有机会来参与我们答题 答对的朋友 还有小礼物要送给您 好了 来看哪位朋友 今天到我们节目当中 河北张家口的韩永志 他提供的美味妙招是 白糖巧拌馅 我们来看看怎么说的 他说在调拌馅的时候呢 加入少量的白糖 会有鲜香的海米味 我们来接听他的电话 喂 你好 你好 方琼了吗 对 你好 我们刚刚读了您这个 给我发来这个小妙招 白糖巧拌馅 您这个白糖 真能拌出海米味来吗 提供的鲜香度 谁教您的 这我自己做过的 哎呦 这生活当中总结出来的是吧 对对对 好了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题 也跟这个馅有关系啊 就是我们在包饺子 或者馄饨的时候呢 经常会用到蔬菜 有的人呢 会把这个菜 先在这个锅里 用油轻轻的拌匀 然后再跟这个调好的馅 混在一起 这样做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A 蔬菜不易出水 B 可以让饺子熟的更快 B B 可以让饺子熟的更快 是吗 听好了 正确答案是这样的 是A 蔬菜不易出水 因为碎菜呢 先拌上油 就被这个油膜包裹了 所以它再遇到盐呢 就不容易出水 这样呢 既保留了这蔬菜当中的 营养物质 那包出来的饺子呢 吃起来更鲜嫩可口 可不是为了让饺子熟的更快 好 很遗憾您不能得到 我们这个礼物了 当然 我希望您能再给我们 发来短信 我们再跟你出题 可以 好 谢谢参与我们节目 再见 再见 我看过我们现场的菜做怎么样了 我跟你说 所有你包的都在流汁呢 当然特别可爱 是吧 我希望都别流完了 咱们就咬不着那汁了 看看这个 既不是很焦吧 但是 对 颜色已经出来非常好 颜色非常好 金黄色 焦焦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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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已经做好了 珊珊 谢谢你 刚刚那边那个姐姐和西村呢 中间 好 谢谢 首先从外形上看这个 建设非常好 我觉得应该先打一个笑领 我也应该先给一个笑领 非常好 我再给一个笑领 对 我添一点 水汁的意见 我觉得蘸上一点汁就稍有点咸了 我们再加 我是要兑点水在汁里面的 其实要是那个什么的话 就可以不用割盐 就加点酱油就行了 对了 今天是我们沈丹平沈老师 给我们带来这个非常好吃 世界吃醉的牛肉过程 刚才我也应该补充一点 而且这个馅的牛肉馅的味道 非常的香 所以提醒电机前的朋友 喜欢我们沈老师的朋友呢 可以通过发送手机短信息 或者在网上投票来支持他 我们真心希望你下个月 还能够成为我们的继续翻牌 你不是刚才说了吗 这冰山一角 这回是世界吃醉 不是这世界吃醉都结束了 还有什么吗 永生难忘 好 那我们真心期待永生难忘 甚至还可以得到今天 我们本来是服务的一个小礼物 就是本来是电磁礼物 回到家可以让妈妈继续给你做美味 好不好 好了 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了 谢谢田老师 谢谢观众朋友们 如果您有什么拿手好 再千万要记得跟我们联系 告诉我们 来我们节目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好了 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